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还有老师继续讲总论 我们现在就开始 请老师开始 我们理论的部分 已经讲到总论了 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 把手法的实际操作 也跟大家再演示一下 好 那我们除了手法之外 今天还有答疑 那请莉莉来主持 2022年1月9日 实作教学与答疑 实作教学 以头部按推讲解 2018-2019-2020头部按推手法视频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优秘以类足指 掌插 指尖 去侧尺 两骨之间 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 就是耳后原始点 整骨下咽的位置 刚好就在 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对过来 然后再来整骨下沿交汇处 就叫整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整骨下沿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 容易犯错的就是操作者 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个容易犯错就是工具的使用 当你要放到耳后这一点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是 应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然后掌心向内 结果有些操作者 他自己手就偏掉了 可能偏这里 也可能偏这一边 这样都不是掌心向内 这样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掌心一定要向内 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的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 变成怎么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应该是 你容易撕离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第一个弓箭步 轻触 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 肘对肩 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 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坐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这样 不用到这里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他事实上他只是轻轻的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 你也觉得不稳 所以他这里有 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他头不会放来放去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撬太高 撬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 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 头就会对着轴了 所以他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 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轴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轴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如果你看 这一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不能变 好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出来 需注意的事项是 要注意的是手 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这样顶进去 而是 这样垂直下来 然后钟摆的动作 然后 要注意的还有 有最多人是 不是用手腕 而是整只手 这个都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来按推 整骨下沿 那我们要按推对侧 这个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做法 比原先的做法 还要外出一点 这样保持一个距离 同样我们的身体 还是以患者 这个头部的方向 这样做出来之后 一样 辅助手 放在头部 整骨下沿第一点 位置就在这里 那我们把工具拿出来 用手肘 掌心向上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如果要揉 同侧整骨下沿 最好叫患者的头 稍微往外翻 这样 就有一个距离 如果不往外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距离太短 不容易按 这里会夹死 所以还是要这样 让患者的脸 尽量朝向你 好 那我们从这一点 开始来按 按推方法一样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般这里还是要 跟站姿一样 手要保持90度 这里最好也是有个90度 然后身体 是朝着患者的方向 而不是坐这样 这样揉 所以身体还是要稍微转过来 那坐姿 这里腿 是以这个方向 也不是坐这样 所以这个位置先坐好 然后耳后这一点 如果它头在这里 你可以坐到 比较前面 但如果它是在揉枕骨的时候 你坐就要坐到更外侧一点 这是坐的时候 头部原始点 耳后跟枕骨的差别 食指的工具 它的拿法 这是正确的 也就是拇指跟中指 按在食指的终结 中间这里 一般会拿错事 都想把它顶得更深 然后这两指 就会拿到底下来 它以为这样长才能挖身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正确拿法还是这样 拿错了会影响到 它的稳定度 也就是你拿太下面 这个会摇晃 所以务必已拿到 食指的中指节 那拇指跟中指 夹紧食指的中指节 这样就稳固了 那一般耳后原始点 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 临床上还有人 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半根食指长 这个位置 好 那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直接顶进去 顶进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按推伸 身体稍微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力量就已经进去了 力量都不是出在这里 而是以身体去调节它的身前 所以如果这样就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一直往前 哦 我也感觉得到 这时候食指已经顶到底部了 那按下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靠前头摆动 那前头的摆动 就是这样 大家在看我前头不准 好像有一点旋转 但实际上 我下面是直线的 然后以前头摆动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样患者反而会舒服 速度也不一定要强调很快 十字法的按推方法 也不是这样握着紧紧的 它一定是稍微虚虚的 然后这个才灵活 所以你握出力了 这里就变蛮力了 你握十前了 这里就硬邦邦 然后你硬邦邦也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第二个是大部分都是用蛮力 也就是前头不动 它就这样 就开始这样来回 这种力量一定是蛮力 那也有人就用手腕再这样 手腕不对的 它是事实上是前头在动 然后前头带着手腕 而不是故意用手腕来扭动 所以直接顶进去之后前头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不要打太直 这样也是蛮力 一般都有微微的弯曲 这一点也注意 那有些人手腕 这样好像斜斜的进去也错 它事实上是要垂直的进去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得 是垂直的这样顶进去 然后踩向钟摆 这样就能够按推到蛮深层 那另外我们再来按推另外一侧 用手轻触着头 一般会轻触会错误 有些人会摸到这里 这是错的 我们要为了要固定 还是轻轻放着 然后放着之后 拇指把耳垂翻开 翻开之后用食指去测试 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这个第一点工具拿好 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身体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都已经下垂下去了 我的手是这样 这样下去 而不是这样 这样就按推错了 是有一点点这样 好 那垂直下去之后 好 拳头向钟摆来回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里就是头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那我们的影片这里讲得非常仔细 那这两者站姿跟坐姿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要顶深层的话 最好采取站姿 那如果初学者学习方便 那坐姿是比较好学习 但是力道要按到深层比较不容易 这是两者有的区别 那头部原始点刚刚影片也都讲得很清楚 最主要的我还是要提醒 那个工具拿的方式 那个是拇指跟中指按到食指的第二指节处 中间的指节处 还有拳头不能握得太紧 太粗力握得太紧 就硬邦邦 硬邦邦的前头去顶耳后的话 患者会有压迫感 会感觉很疼痛 所以就会跟你对抗 这样出蛮力 你不容易做出来 所以还是要握须前 好像有握前的形状 但又没有出很大力量 只是一个固定的前而已 这样顶进去才会有一点弹性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工具就拿错了 所以接下来就不容易做好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也在看 有一些就是推广点 他们自己的手法都变形了 也就是食指的工具因为不好握 那他们就用拇指侧眼去按人家的头部原始点 这个是完全的错误 理由很简单 拇指侧眼虽然可以按进去 但不容易按到深层 所以要到深层解症的时候 一定要用食指法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所以工具不能 这时候耳后的工具绝对不能用拇指 拇指侧眼去按对 这个也是要注意 那另外坐姿的时候 坐姿刚刚也示范了 如果同侧或对侧的耳后是没有问题 这样做很容易按推 但在整骨下沿对侧 你可以做到床边缘就可以 但如果要按同侧 我建议最新我自己也在临床 不断的这样琢磨下 我觉得可以让患者的头面向你 然后把头放在那个洞的另外一侧去 距离你比较远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得更靠近一点 那这样就可以把整骨下沿也做出来 那另外做整骨下沿要注意 手臂要保持90度 那90度第一个就是放下去 那个下手臂一定是平的 刚开始是平的 那你再去调整身体 因为如果你太后面 那就大于90度 那个没有力量 那你往前一点到90度的时候 你自己就有感觉到 手肘自然会顶到整骨下沿 那特别再提示一下 整骨下沿 我发现临床上很多人都按到 骨肉交界处的下面 也就是只有肉没有碰到骨头 事实上整骨下沿 一定要微微的碰到骨头 不能太软 软中还有硬硬的骨头在 那个点才是我们要的 那一般我最近在基金会教学 我就发现很多志工都按到 比较下面来 那这个软软的是不能解症 这也是临床上最常犯的错误 那头部原始点非常重要 因为比如说头部很多症状 比如脑中风啊老人痴呆啊 甚至头部的头阴头痛 这些都是在头部 那头部如果你按推不能生成 你如何谈解症呢 那何况有一些公益点 他们的手法都变形了 也不容易按推开来 那这里都讲得很清楚 站姿 站姿如果要按耳后的话 一定跟床员还要有一点点距离 不能站到太前面 那身体往前就按不下去了 按下去也没有力量 这些影片中都已经有讲解 我希望看似简单 但真正要做好 还是要反复多看视频 这样对大家才会有进步 我头部原始点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2.脑中风 脑中风 不能这样子不能来呀 他就一直在说 他现在观点他左脚很硬 左脚 如果坐的时候 方很难判他 这一腿很难 他右脚是比较松可是没力 了解 那现在他是不大人表达了 是吗 对 就有问 还有答 就是好 他就是很简单 简单极具就会大力 对 那他是右边比较都是右边嘛 对 右边比较没力 他手也是这样嘛 对 手也是右边 对 他可以带着老中风风 对他老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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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痛了 所以刚开始第一个层次他不痛 到我再深入一点 什么叫深入 就是我身体往前 那往前靠力量就进去了 是 那我这样就没力了 嗯 那这样 所以这样的力量 他就感觉在痛 好 那我这样测试出来 我就知道 这样的力量 就足以解症了 对啊 就是 以每个人患者 他能接受为止 对 他会表达 所以 其实我同样意到 那他第一点跟第三点 会比较痛 好 那就这样 那这样来回三次 好 那这个 因为他测祸 是 所以整骨 头部原始点 一般中风 这个头部都有问题 就不需要问 是啊 那很多人 第一次中风 第二次再中风 都是头部没有解决 你注意 这个手都保持平的 那这里要90度 所以当你这样 那没有力 嗯 那要怎么样 身体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就90度了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这里是脖子 他只有来回而已 他是靠身体顶下去 嗯 然后身体也是放松下去 就很有力了 你根本都不要出力 这样你才不会累 要不然你按他 伸展 你一定会受伤 你一定会受伤 一般脊椎 跟中风 比较没有 太大关系 中风就是头部跟四肢 就这样 那 那这个 我只是按给你看 这个 怕他躺久 或是不动 你会拍背 拍背 对啊 你们拍背不如这样 按 按 按 会更 会更舒服 对 这样会更深入 比拍背还要好 那这个 这个只是 舒缓而已 包括这些都是舒缓 是 对他 呃 现在 不是针对症 只是把它保养一次 这边应该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你好 他的引流管 你看 这里大家看 他扶起来 不要大力摸 都知道就好 所以我们最好避开 这里 那我们刚好按整骨 现在跟他引流管无关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安心按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是在这里 所以不相干 好 这样我确定 这样就安全 安全 好 好 好 那他重点在这里 这个是肩膀 我先试试 那我每天是不是要这样帮他按 要 每天 早晚还是 早晚最好一天两次 好 记得 如果累了 就换手 这样你才不会伤到 你如果不懂得换手 不懂得用巧劲 然后不懂得用身体再靠过去 你只要出手的力量很快就会伤到 那这就是肩膀淹死点 这个中风是一条漫长的路 復健 但除了按他一定要动 他不动 每天这样 就是被动你知道吗 不行 你按到他没关系 你帮他按他会恢复 慢慢恢复 慢慢鼓励他下来动 一定要他动 要不然 他那个会未来越萎缩 或越来越无力 你就越来越难处 我现在教你的就是自救的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是临床上中风的案例 那中风的按推方法 刚好集中是在头部 大家也看到头部实际临床上 像患者这个只能测卧 而不能趴着 那只能测卧还是可以做 那就是你只要手法练习到 已经很熟悉了 那患者怎么躺 你都会找出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然后拿好工具来按推 这个绝对没问题 那要特别注意的 刚刚一再强调 那个手法 不能用蛮力 很多人在按的时候 就想用力 一用力他就顶不住 事实上顶一定要靠身体 整个往下沉 坐姿也是一样 坐姿在按头部的时候 你在按额后 或是枕骨 如果你要按推深一点 身体要往下沉 也就是腹部整个放松 然后把身体整个带动下来 然后这样顶进去才有力 那站姿也是一样 站姿要弓肩部 然后前面不只要弯 后面的腿也一定要弯 前后都弯 整个身体就可以往下沉下来 那沉下来就可以把工具带得更深 那这样的力量不会有压迫感 因为不是用手的蛮力 而是身体整个把工具带下来 那这样的力量可以按到很深层 但又没有压迫感 那如果就是操作者 用蛮力的话 一般是做不出来 那我在书本上常常告诉各位 就是按推要由清而重 由浅入深 我发现实际我们的志工 对这一句理解还是不够透彻 他以为由浅入深是刚开始用力轻轻的按 然后要按到深层是用力的按 不对 由浅入深是这样解释 你手刚放下去 这个就是在浅沉 然后就可以帮他舒缓 如果他很怕痛 这样就先帮他按 然后等表层按开了 你的身体 不是用手的力 身体再往下沉 那你的工具 就自然能够顶得更深进去 那顶得更深 在手都是松的 再来回按推 就可以达到解针 那我们志工常常说 你看哦 我轻哦 你看我手都不用力 这个叫轻 然后我要重 由轻而重 我要重 你看我然后就马上用力 然后就要顶人家 结果一顶下去患者 重满力患者都受不了 所以整个手 其实轻也好 重也好 他的整个姿 形态都是一致 那至于 要到深层 要由浅入深 或由轻而重 是身体往下沉下来 不管坐姿也好 站姿也好 都是这样 那坐姿最容易犯错的就是 还有操作者 他有时候 会想把身体提起来 然后往下压 这个是压 反而刚好这个动作是 是做错的 反而是应该要 身体往下沉 而不是用身体像 想去压他 这两种力量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在最近 我一直在临床上 看志工操作方法 很容易犯错的地方 那这里也拍视频 也给大家 作为临床 教学之用 希望大家多 多看多去揣摩 那经过这样的讲解 我相信对大家 实际操作会有帮助 那我就补充到这里 3 头部按推指导 坐姿 可以 我也按一次 你就这样 这里放开 放开来 手腕 你只要稍微顶住了 那放开来 它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越小心 这样 反而它更不舒服 你看你这样 我这样 今天启程就有这种味道出来了 是左右 不是 它是这样 中摆 然后好像在挖东西 你放开来挖 是用手腕在挖 不是 你们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时候又不动 然后就这样 就有一点 手腕没有松开 那事实上它是这样 整个松开来 这样 这样就能够做到很深层 你慢慢按 幅度大 没关系 慢慢按 其实 宜安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真的有开始 懂得稍微松开了 好 温柔的来了 哈哈哈哈 哦 差很多呢 真的啊 我这么 我温柔那么多吗 对 哦 那所以你还是有用力 对 用力所以它感受到蛮力 这个 就不会痛 所以我的 我又可以伸 又不会给它压迫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升的 这个手 哦 这个记得 这个手不能吹下来 嗯 这个手一定是平的 然后其他才去调整你的90度 对 是这样来的 这个平的 这样 这样已经90度 如果还不够 再往身体往前 这样一定可以顶着进去 而且不用出力 你只要来回就好 不用 好 对策 嗯 好 麻烦你 嗯 不能这样 这个头一定要在这里 不能在那个洞 也不要那么小气 再过来一点 不是你搬 随之 跟你讲 你真的还讲不来 你自己动吧 要不然它会被我骂 对 然后头面向它 好 那你这个手 不能这样 啊 轻轻放 好 这样 记得这个手 是这样平的 好 90度 这样才能90度 好 这里都感觉 来 我帮你按 超过久 对 来 就是这样 嗯 其实喔 这里还是过去一点 你比较好做 嗯 这样做过来 不要在洞里面附近 挣扎 嗯嗯 好 那这里 它 你稍微比一下 枕骨在哪里 好 你直接就靠 我说这个手 不能垂下去 垂下去 你怎么做 这里一定是平的 为标准 这一个 好 这样顶 如果超过90度 你就靠过来 那这样就进去 好 那这一手不能扶这里 是扶这里 把它固定住 好 那这样就能顶住了 会痛吗 嗯 比较不痛 嗯 都没痛 这里很痛啊 嗯 左边那边 这一点那么痛喔 嗯 那它的问题就在这一点 那我问你 嗯 刚刚它跟我按的位置 一样吗 嗯 一样 一样喔 那一样就OK 好 这样就可以 那表示你刚刚已经有按到 那位置对就好 清老师补充说明 大家看喔 刚刚志工在做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喔 他那个手太往下 影片也都释放给 都有拍出来 那最好一放下去的时候 下手臂是平的 然后再去调整身体 那坐姿也蛮重要 那坐姿也蛮重要 刚刚有一段喔 志工在坐的时候 那个脚应该稍微往 患者那个方向 而不是坐的直直的 面对他的 跟他的头是垂直的 是不能平行 那志工有时候坐的 跟那个脚 跟他的头 跟脊椎是平行 那个方向是不容易做 你这样很难转身过来 所以稍微 腿有一点往前面 一点 然后身体容易转过来 然后再来按 就会比较好 那这个是在基金会 临床实做 那也帮助各位在实做的理解 也如果有犯错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看这些影片 来自我修正 好 我这里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要现在按头部原始点 坐姿 那整骨下人如果是同侧的话 那最好叫患者的头 放在这一边 然后脸朝自己 好 好 那我们再这样可以 就可以做过来 那做过来 整骨下沿这里 身体最好转过来 然后对着患者 那对好了 这里是低一点 好 那这样 好 脚这样放 然后手 放下去 这里放下去最好 平的 然后 这里要保持90度 所以身体稍微往前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第三点最好把它头稍微转过来一点 好 那这样手还是可以平稳的 好 第四点 如果你不转头 那这样就要更下去 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头稍微转 请老师补充说明 不可以做稳 然后坐姿 大家 看这个影片就知道 那个 脚 一定要 转 不是 坐着的时候 是跟头 是平行的 跟脊椎是平行的 而是要转过来 那个脚 也是要有一点 跟脊椎有垂直的 那个感觉出来 那这样身体才能转过去 才比较好做 刚刚上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志工的时候 你注意他的坐 那个脚 他是做平行的 所以他不容易按出来 等于他只有头转过去 然后你看 下半身是没有转的 那所以你要做到 真的全部靠身体的力量 你必须要这样转过来 那如果要按深一点的话 你整个的腹部 一定要放松 然后往下沉下去 这个动作我没有分析给大家看 临床上有时候我会教志工 就是不能用身体 然后靠过去 由上往下压 不是这样 你要按到深层的时候 反而是 那个腹部 然后上半身整个放松 然后沉下来 那沉下来之后 就可以把工具带得更深 这样来回 就可以按到深层了 他的深层是这样来的 绝非用力 用蛮力 或是用身体去压 压得越大力 就以为这个叫做深层 这样反而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因为有压迫感 患者会跟你对抗 所以你不但会揉痛患者 而且也不容易揉到深层 而且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用蛮力 你压的患者很痛 但那个痛是交杂 到底是压痛点 还是真正你把人家压痛 有时候我在临床上看志工 动作不正确 我看他是很难辨别出来 因为有时候蛮力下去就很痛 根本不是压痛点 那你手是很轻柔的 然后用身体的姿势 每一点都用同样的力道 那这样就可以测试出来 就是患者感觉哪一点特别痛 那个才叫做压痛点 如果你都用蛮力 每一点都痛 事实上你这样测试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整个楼下来 患者不但不能解症 还可能把患者楼伤了 都有可能 这个这一次我们的视频集中在头部 反复用各种角度 还有临床实作 让大家更进一步理解 希望对大家实际操作会有帮助 好 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2 指导肾 2 指导肾病患者家属按推 如何由轻而重 现在拉到哪里 痛哪里 这里是吧 大腿 整个大腿 大腿 这里 现在走路都不大行是吧 会痛 最近情况还稳定吧 最近一定 就只是因为拉伤 所以他的体力就会更下降 因为他变得不太能走 因为他拉伤一个礼拜 他几乎都是要一直坐着或躺着这样 但是其他的 你看像他的精神 就跟以前他一样 然后吃东西也不会耳机 都不会 就是很正常 我来我来 我看看你们都太粗鲁了 对 真的 他低一点在这里 好 那你看 不要整个身体趴过去 这样就变压 嗯 你如果做正 只要这里放下来就可以 妹妹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你看我反而都可以 温柔 对啊 我这个可轻可重 这时候不要说一定要90度 这样压他一定受不了 你宁愿这样 用手的力量放下去 其实这种已经很力量蛮大 要看情况 我做给各位看 妹妹这样可以 可以 有痛吗 一点点 不会痛 我只是手放下去 其他都没有 就这样放下去 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进去了 嗯 妹妹我这样的力量 你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嗯 其实他整条都痛 像这样按过一遍 你大概用多少力量知道之后 就不要再问了 就是以这样的力量 来回两三遍 对 所以像他这样完全不能用这样压 如果这样他肯定是受不了 是 然后身体稍微这样 对对对这样就有力 然后这里这样 好开始这样 好 你就这样 来回幅度大没关系 这有加味道吗 可以吗 可以 一般如果压了有痛 它就有效 那如果患者很怕痛 那个有效不一定说 一定要揉到一次它好 也就是让它稍微缓解 这样就可以 其实再用温波 现在最重要就是 你也了解 如果等一下会测试 你们这样按完它有没有改善 很快就知道 好 因为你们按的如果没有让它很痛 这样来回不会伤到 因为这个力量都蛮轻的 我就是怕你们一开始想快好 要用压的 然后他身体又比较脆弱 我怕把它压伤 只要避开这个就没有关系 宁愿慢 也不要让它再次受伤 这样 要慢慢走 我可以站 你可以站 可以站 来 我们再走 哇好棒喔 多走几步 多走几步 看看走是这里 也可以走 让它注意哦 不要转太大 好多了 恭喜 好多了 各位 所以 一般痛 都属他处体伤 一定是靠手法解 你正不是靠热源 好 那一般手法 其实没有固定 它的身材 然后还有它也有 你们有顾虑到的 比如装钢钉 这些的问题 因为你们有讲 那我们操作的人就要小心了 就是我们不能用原来过去 我们这种压的方式 就是尽量放下去 然后由轻而重 所谓由轻而重 大家的体会 我那个讲话太简单了 由轻而重不是像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志工 就在练习 他说 你看我现在很轻哦 你看这样哦 轻轻放叫我很轻 然后我现在要重了哦 你看 就整个压下去 那个不是由轻而重 由轻而重的意思是 我浅沉这样按 然后我感觉他能承受 已经表层柔开了 尤其对脆弱 然后我再稍微力量 稍微身体再沉下去一点点 然后再帮他按按看 他也能接受 我身体再稍微沉一下 那这样就一层一层的进去 这才叫由轻而重 我们志工会误以为 我轻就是不用力哦 我要重就是稍微要用力压 那这样对脆弱的患者容易压伤 所以刚刚你们在做 第一个妈妈一开始就有压的味道 这样就容易伤到 所以妈妈第二次这样调整就可以了 好 这位是 我们之前有放几次就是免洗肾 也就是西医说他已经很严重了 那指数一直飙高啊 然后跟患者讲 这个小女生一定要洗肾 那洗一段时间还要 这段时间还要找他们家人配对 来手术换肾脏 这样这女儿才可以得到缓解 她的一些以前的症状才可以 那这个是大工程啊 你看两个肾脏都要换 然后家人如果找还要配对 好了就算从家属可以找到两颗肾 那家里起码就要三个人陪同这个女儿 一起来为她的肾而担心 然后好的人也会变很差 因为毕竟圣割除了一个怎么会好呢 所以她来到现在为止 因为他们家属有分两派 一派是西医派 一派是原始典派 所以也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讨论吧 那这个你小女生来到现在为止 她这一次又因为腿因为拉伤 那她骨骨头以前就有 听说是脱臼还是怎么样 然后有手术 然后还有装钢钉之类的 就是怕她骨骨头磨损 好 那这一次拉伤他们就担心了 那以前又有手术 然后这个女儿你还又可能要洗肾 所以在蛮大的压力下 那相信西医的就觉得 这个应该要去给西医处理 那用原始点的又坚持 最后好像彼此他们谈一谈 最后还是小女生还是有去西医检查 那检查竟然她的指数都回到快正常了 也就是经过这两三个礼拜的处理 用原始点处理 竟然西医看怎么指数都已经回到快正常了 所以西医就跟他们讲 应该不用洗肾也不用换肾 好像有类似这样的说法 这一次来他们私底下有这样跟我讲 好那因为他以前 骨骨头那里有装钢钉 所以这一次拉伤很显然大腿拉伤 他们是不敢按推 他们觉得这里按推可能怕压伤他 所以就只能帮他温肤 那温肤然后又不动 然后只能坐 要不就躺 对小女孩的体力就会有下降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来大家也看到了 我就说这个痛拉伤了多数他处体伤 一定要按 你光温肤是解不了症的 你看他们也用了一个礼拜的温肤 事实上也没有解症 所以然后他也不大能趴 但是因为他腿要有一点弯 所以大家看刚刚的视频 其实下面那个在复古沟 那里还有垫一块毯子 卷起来的毯子 那这样就可以按 要不然直接按 因为他腿根本拉伤 也没办法伸直嘛 所以只能将就垫一个毯子 刚刚大家如果视频有注意看的 就会看到 好 那我也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小女生事实上身体很单薄啊 根本不需要用很大力量 那我手放下去 动作也不是特别标准 甚至也大于90度 这时候90度压似乎 患者会受不了 所以我轻轻放 然后就沿着这个臀部的原始点 帮他按推 那痛点哪里有痛都找得出来 反而我们的志工一下手虽然很谨慎 但是每一点都在问 你这里有没有痛哪一点有没有痛 事实上如果你做到很有经验的时候 你第一个按到他的痛点 你就知道这样的力量他就有痛 那所有力量都那么轻 看看其他点还有没有痛 这样就能测试出来 那我测试的结果就是从第二点到 如果有四点第二点到最后一点都有痛点 那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按得到 那按到了 我来回做一两次之后 我就教导他们家属来按 然后大家做完了 其实就叫他下来 我认为经过大家轻轻的按 他应该可以解证 所以下来 果然他马上就能走 来的时候是不大能走的 一拐一拐的 因为腿拉伤 所以他都在家不是坐就是躺 根本不敢走路 那按推完后 他马上立刻就能走路了 所以如果从这一个案例来看 你看西医已经说要洗肾 也要家属配对准备换肾 然后到现在他的很多症状 比如脸色苍白啊 有时候吃东西会想吐啊 这些症状也都改善了 想吐是背部有痛点啊 那他们家属学原始点 也学得很勤 我发现他们的手法特别的好 稍微点一下他们就能够学会 所以他们久久才会来一次 那现在这个小女生 恢复的情况特别好 应该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潜意了吧 因为指数也差不多快正常了 然后这一次因为拉伤不敢动 所以体力稍微有下降 那我想这一次按推完 她立刻解症 回去他们也懂得怎么照顾这小女生 那我相信她的身体应该 可以很快完全恢复 好这个案例也是在基金会临床实做的 那这一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你现在是这两个小腿肚在痛是吧 对 小腿肚 这里喔 好 那我们就应该找上背部 所以从这里 那以这样子 这里痛吗 痛 这里也痛吧 痛 这里还痛喔 那这里呢 这里就不痛了 一点点 好 那就是痛到这里 好 那我们再找另外一边 这里 这里痛吗 痛 这里也痛喔 对 好 这一边也痛 那我们再一直按下来 哎呦 这里还痛吗 这里不痛 好 那也是按这里 所以她是两边 好 那我们按完 梳完 我再帮你按一次哈 甜味 然后掌正 吃点 看看 柳时间 pass 我有肌肉 有肌肉 一次想躲 ę肚肉 溫腿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一个学员来的时候 他腿说是拉伤 那我们志工就帮他按臀部 按完臀部好像也没有节症 所以原始点的诊断非常重要 当学员来的时候再跟你讲 他腿拉伤 你一定要问到底哪个部分会痛 结果一问之下他是小腿肚 那小腿肚痛根本就不是臀部原始点 所以按完他感觉小腿肚还是有痛 所以那我就帮他在上背部 再找压痛点 大家也看到两侧都有压痛点 那按推完他就立刻缓解 立刻缓解之后我们再加强热源就可以 所以手法还有观念特别重要 这个下一次我们可能上下背部 怎么按推还会再跟大家细讲 那这一个案例也是 基金会发现 做出来的案例 我就补充到这里 4. 上下背部按推 张医师示范坐姿与站姿 那我们来讲上背部 这两侧上背部 那踩坐姿的按推方法 同侧的话 好 我们这样做好 然后身体转过来 然后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他刚好就在肩颈结合处 一般人都会按在这一点 事实上是在下面这一点 这一手帮他固定 然后这个下去一样 这个是平的 好 那顶住之后身体往前倾 好 那这样就可以按推了 好 那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是要按对侧的话 可以这一手放在前面 整集床放下去 然后身体往前往右靠 然后这个手一样顶住之后 身体往前倾这样 好 那这样就可以按推出来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就是比如要按对侧 那我们坐过来 好 一样身体转过来 稍微转过来 好 那这样 手 手放下去 然后开始 那如果是下背部 就坐过来 这样 然后身体一样转过来 然后这一手靠 那有时候腰椎要按伸的时候 这时候身体要往下沉 好 那我们往下沉给大家看 这样力量是不是进去了 好 那这样力量会比原来更大 好 那我们手一样 只是来回按推而已 好 总体来说 坐姿的按推比不上 站姿的按推力道还大 所以它的压痛点是在浅层的话 坐姿是OK 如果是在深层的压痛点 那坐姿有时候不一定按得出来 这时候还是用原来的站姿 好 比如说两侧我按给大家看 那弓箭步 第一个 一样靠过去 好 对侧的话一样 这一只手就不用放下来 一样 站姿照原来的动作就可以做得出来 好 那其他站姿最好比肩宽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沾得太开 太开就没有预料 好 那这样 脚要微弯才能够按得到 不能站姿喔 姿就按不到 这样才能沉下去 对 好 换手 一样 好 那如果要伸的话 可以 两脚往外 好 然后身体整个沉下来 这样力量是不是比较大 好 那这样就可以按了 这样会比坐姿的力量还要大 但如果这样还不够深层的话 还可以站弓箭步 站好 第一个一定要蹲 下面也要微弯 不能挺直 一定是这样 两脚都沉下去 好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很重的 好 那如果还要更深 整个就下去了 两脚 有没有 它我的身体沉下去 这样力量就最大 手只要来轮 这个动作就像按臀部的动作一样 这个弓箭步 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起同工字面 这样 一样 靠下去 然后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 站姿跟坐姿 好 上下背部的按推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个就是我最近在教导志工 发现以前拍的坐姿影片 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改良 比如上背部三点的坐姿 我们都按同侧 那同侧大概第一个 就是 一手扶着他的肩部 那另外一手 就直接身体往前靠 然后按在肩颈结合处 那如果是对侧的话 你人又要跑到对侧去按 非常麻烦 所以我就把它改良 就是 一手放在整集床前面 然后身体整个靠过去 然后靠到对侧去 然后用同样的工具 掌心向上用手肘 也就可以按推倒 那这样 可以比以前更简化 就是你不用转来转去 这里 确实坐姿比较麻烦 就是转来转去 那起码 上背部这三点 是可以这样 因此而改进的 那如果坐姿要按到深层 比较不容易 那整个腹部要往下沉 那刚刚因为影片在拍的时候 只拍到我的后背部 后背部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但事实上我的腹部整个是放松 然后整个身体是有一点往下沉 把我的工具带更深一点 所以虽然坐姿还是可以按到一定的深度 但毕竟坐姿就是坐姿 他没有办法像站姿一样 能够按到很深层 所以如果要按到很深层 你就要用以前我们的站姿姿势 那站姿这里也有示范 也就是稍微可以以肩同框 甚至比肩膀更宽一点点 但绝对不能脏得很开 两腿如果脏得很开的话 是没办法身体沉下去 也就是根本做不大出来 那如果站姿可以按到很深 患者又觉得不够深 有些患者是很壮硕的 他根本觉得这样力道不够 那这个力道如果不够就可以考虑 用手肘就是弓箭步 弓箭步按推臀部的站姿方式 来按推腰椎 刚刚影片也有示范 如果要按腰椎 然后要按到最深层 我的建议就是用弓箭步 弓箭步又好按 然后力道又能够很深层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所以弓箭步变得很重要 那大家如果有仔细看这个视频 刚刚上背部三点 我也有用弓箭步来按 那臀部也是用弓箭步 那连腰椎如果要按到深层 事实上也可以用弓箭步来按推 这也提供给很多志工 如果要按到深层 如果站姿还不能解症的话 还要按到深层的话 那一定是要用弓箭步 然后把整个身体沉下去 那工具就可以按到深层 那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也把我们的 上背部以前的影片 这样像上背部有简化 那这里又有补充到 如果要按推到腰椎 过臀部更深层 那一定是要用弓箭步 这样比较容易做得出来 这个影片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线上答疑 志工答复分享 提问一 老师你好 我妈妈是非典型帕金森市症患者 现已卧场插倒尿管 一直是在医院遵循医生的药物治疗 但并没有比较好 很请帮忙指点救救我妈妈 感激不尽 多伦多团队回答 首先要说明 非典型帕金森市症是西医的病名 希望您能提供这个病 在您母亲身上所出现的症状 如此才能提供协助 而以卧床插倒尿管 意味着排尿困难 从原始点医学的观念来看 这个症状 与非典型帕金森市症是两回事 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果 而果不会生果 所以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其次 排尿困难是症的功能紊乱 属于轻重症 应该先按推下背部 间追及臀部原始点 然后配合温敷 温敷的方法 可以用红豆刀 电热毯 或是暖贴 因为缺买您的详细信息 若将卧床 视为体力虚弱 则可诊断您母亲为重病 重病 表示热能 如果按推 第一段 第一段 他说 现已卧床 插导尿管 一直是在医院 遵行医生的药物治疗 那从这一句话来看 一直是在医院 遵行医师的药物治疗 那到底是在医院 应该不是在家里 那如果医院 这样 要帮助患者比较难 因为会受西医 他们的规范 那再来如果是在家里 那这样的患者 以我的看法 即便是遵循医师交代的 要药物治疗 那从患者的 这个卧病在床来看 就像我们志工提出的 应该就是属重病 那西药又很寒 这样对患者 当然就不但没有帮助 甚至会让体质更寒 所以志工的建议非常好 就是一定要以 加强外内热源配合按推 来帮他达到解症 可以这样试试看 那至于补充说明方面 志工也有提出 应该要怎么处理 都回答的蛮相近 我就不再多说明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老师你好 我因飞闻症 用姜汤洗眼二十几天了 现在感觉视力比以前好些 也不怕光了 只眼中的飞闻 一直都还在 没消失 而且眼中红丝增多 不知何故 多伦多团队回答 用姜汤洗眼 来处理眼睛疾病 是温敷的方法之一 非纹症指症的功能紊乱 如踏出体伤或患出体伤所致 所以在用姜汤洗眼之前 建议您应先处理踏出体伤 先按推大开关 即头部原始点 包括耳后骨旁 即睁骨下眼 位置必须精准准确 手法必须到位 然后温敷头部 若不见效 则再按推换出体伤 即按推眼部周围 寻找痛点 然后用温热毛巾 温敷换出 最后再用姜汤洗眼 处理问题的顺序 如果正确 您的疾病会改善的比较快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回答非常好 整个程序都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很好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提问三 家族有皮肤干燥遗传 一半兄弟姐妹中都有干燥 下一代部分成员都有此问题 我的手脚一向非常干燥 平日都是很干的 冬天比较严重 近日天气干燥 手脚爆拆厉害 特别手指头爆拆很痛 家屋做得很慢 脚也走得慢 夏天 明日洗澡后 必擦润肤膏 冬天身上不断脱干屑 地下常常好像有雪花 所有的润肤膏 均无法吸收 有时用小刀子 消去身上即将脱落的皮屑 让它加速脱落 然后涂上凡士林 威斯林 随即用保鲜膜包住几小时 每天仍然必用润肤膏涂擦全身 算是没有那么恶劣 因为干燥 开水壶盖 也要弄湿双手 才能开到 所以 工作家屋等极不方便 这些问题 困扰了数十年 EA 如果用保鲜膜不浇泥 短时间都会干 不能长时间 请问是否要厚肤 EB 日间手指部位做不到温肤 睡觉时用暖抱温肤 位间好转 EC 对于上下手指小腿通常怎样温肤 二 眼睛干涩 医生说无泪水 容易发炎 曾经做百内障手术 如今眼睛又在 萌萌看不清 早晚用姜水冲眼睛 三天 初次用第三回的姜汤 第二次用第二回的姜汤 完全未见改善 可能方法有误 请问姜汤比例用多少 每次充多少分量 医师说 按个人 三 我有些不明白 张医师说 浮完姜粉泥后 不用包保鲜膜 那么就更快干 曾经试过 面部某些位置敏感 浮了姜粉泥之后 不久就干 可能干了令皮肤绷紧 很不舒服 被用水清洗 请多多指教 感谢张医师 感谢您 感谢您 多伦多团队回答 EA 您所说的手脚爆拆 应该是手脚皮肤干燥 脱皮 或龟裂的意思 从原始点的观点来看 若无窗口 可用姜汤 姜粉 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您觉得 浓姜汤太刺激 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亦可改用 淡姜汤 或淡深汤 或淡姜深汤 窗口 需保持干爽透气 不需要包保鲜膜 以上是温富的方法 但您 仍需按照原始点医学的理论 按推对应的塌处 即换出体伤 才能加速修复 以臂与依稀的问题 可参考下列成功案例 用博尾加暖贴 长时间温敷 二 眼睛干涩 足以症的功能紊乱 可能是踏出体伤 也可能是换出体伤所致 所以 建议您 先按推 头部原始点 若无效 则按推眼睛周围 来寻找患处的体伤 试做完毕 要温敷头部接患处 然后 才用姜汤洗眼睛 您若未经上述程序 直接用姜汤洗眼 自然 自然 效果不张 三 原始点 处理的原则是 窗口 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 避免使用纱布 或保鲜膜等包扎 详细说明 请参考原始点医学手册 第十一章 重病处理 有关外热源的章节 请老师补充说明 至空回答得很好 唯一一点就是第二点 我们来看他第二点 就是这一页的丧气 第二点的回答 他说眼睛干涩 多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 再下来 对 这里 这里眼睛干涩属于症的功能混乱 可能是他处体伤 也可能属患处体伤 这一点 我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 眼睛干涩 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 一般干涩 不可能是患处体伤 以我的经验 那按推完 他就眼睛干涩 就开始会流眼泪 那一般干涩 或是嘴巴干涩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 那这个在中医 最容易物诊为热性体质 所以这个时候按推的手法 变得非常重要 那患者一直在问 洗浆要用什么比例多少 事实上在我看法 根本就是手法的问题 你没有按泥再去温敷什么 效果都不好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 那个洗肾的小女孩 她因为腿部拉伤 那一直温敷 没有按推 结果隔了一个礼拜 根本也好不了 那来了基金会按推完 很快就解症了 马上就能下来走路 一样的道理 那眼睛干涩 如果你按了 真正按到位 这个一般都是他处体伤 不大可能是患处体伤 所以我 以我的经验是 你只要头部原始点按到位 这个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 那嘴巴干涩我刚刚讲也是 像我最近处理一些重病患者 嘴巴干涩 好像我上次介绍那个乳癌患者 那也是嘴巴干涩 连一点口水也没有 那这个在我看法 一定是头部体伤所致 但因为是重病 又不能大力按推 所以慢慢帮他游浅入身 这样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吧 他嘴巴就开始 有口水了 然后再按 那个口干也慢慢消失 眼睛干涩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头部慢慢帮他按 他眼睛就会慢慢湿润 然后干涩也慢慢就能解症 好这个是唯一跟志工的回答不一样的地方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今天的十座教学与答疑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 总论 总论二 原始点医学 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精髓一致 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两千多年前 《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热能充足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治病之因 此时 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 不能和和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 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之 即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 改善体质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 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 才能免于疾病的威胁 从而达到 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 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圣 西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约公元前 460 之前370年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1.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 It'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has a disease than to know what sort of disease a person has 因此 它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孕妇的措施 是治人 重于治病 与疑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 是相通的 所以 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 西医 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为中心的医学 这一段 特别把中医跟西医 他们一开始 就是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那 这里是引用皇帝内经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重 其气必须 也就是你体质好 根本不会得病 那如果你会得病 你的体质一定有问题 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这个跟原始点强调 怎么来改善我们的因 调因 也就是你体伤及热能不足改善 那 既然没有体伤与热能不足 那即便有病毒 像这种传染 你也不会有症状 那如果你会有症状 你避难 你本身就有体伤才会 那西医也是强调 体质的重要性 那这一部分 之前我也都有说了 就不再多说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终须内疚于身体的正常运作 机缘 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防止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医 西医的智慧不谋而合 有为可贵之处有二 一是通过一条脊椎 于七处找出压动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踏出体伤 使疾病消灭于瞬间或无形 还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上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二是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就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此即轻重症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如此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有病可疏于疾病 使患者软微为安 无病亦可强生增瘦 预防疾病 使中医顾本培缘 及上工制未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 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 与创新 因此才能波云渐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之源 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热项症状 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能够将中医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医 以及更以普及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好 这里继上一段 再来谈原始点 它的一些基本理论 那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不是一开始就有理论 它是通过按推以热炎的实证 发现没有一个方法或一个药 可以单独治病 它一定是要你体伤改善 或热能不足改善 那身体自然就可以达到 自我修复的能力 所以真正的好是身体自我修复 也就是身体本来就有自抑力 修复力 那我们用各种方法 只是把这种自抑力 修复力提升上来 甚至免疫力也可以这样说 那提升上来 它就可以达到自我疗医的目的 从原始点来谈 原始点在诊疗方面有 两个是可归最为可归之处 一个当然就是按推 按推一条脊椎脊七处 它不仅可以快速解除他数体伤 能够使疾病 如果有病可以使疾病立刻消失 如果无病也可以在按推的过程中 让疾病消灭于无形 那在按推的过程中 因为有效无效 就可以变出它的体伤位置 同样你没有病 你也可以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按推找出压痛点 那个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代表体伤位置所在 所以没有病也可以达到按推 就可以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一步到位 这是之前我们谈过的 是所有不管西医也好中医也好 所未曾出现过的 按推这个动作 就可以达到治疗跟诊断一步到位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只能说真的 前无古人啊 因为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法 所以才会有我说的很可贵 那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这种按推能够诊疗合一 古代是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所以把我们的医学能够融合在意 以后应该也很难再有这样的医学出现 那也把整个医学能够跨了一大步 要不然我们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那西医更不用说光检查就要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金钱 然后治疗又是另外一个方案 那中医也是一样 他辨证之后才来论治 那我们不是 是私治的过程中 诊断与治疗已经融合了 所以这对中西医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项可贵之处就是 通过观察症状 我们看下一段 通过观察症状 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果有 那这个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 就是属于轻重症 那这里知道疾病的轻重 我们就可以决定治疗的方案出来 那这里都有提 比如轻重症应该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那重病就应该以热炎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很快速 也是把整疗完全融合为一 观察症状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所以有了这两个诊疗 融合为一 那第一个可以变体伤位置 第二个又可以变疾病之轻重 那所有疾病在这两方面 能够做得到位 那几乎治疗跟诊断 已经可以达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如此诊疗当然可以达到加速疗异疾病 甚至还可以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那如果你没有疾病 也可以用这样的诊疗方式 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讲按推 他本身就有诊疗合一 所以他无病 你用的这些观念 也可以达到强生诊寿 预防疾病 那有了这样 中医就可以更完善 中医之前我们说的 他要提升症气 那一定要从故本培研下手 那你要达到上公治未病 那如果没有按推诊疗合一 这只会沦为空谈 所以这对中医将要达到养生保健 或是治疑病都有帮助 那我们来看下面下一页 那最重要的就是原始点 他是做出来 是由按推与热言做出来 他的包括诊疗体系 还有一些因缘果的理论 都是在此建立起来 所以他的应用的突破跟创新 所以我们才能够明了 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如何解决这些呢 都是从生活中 就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生病 你按推工具就在你身上 你不用去特别去找 只要懂得开关在哪里 那按一按也可以达到解症 那如果患者是热能不足 也可以用一些日常的电热器 红豆袋 软贴之类的 就可以来补充他的热源 非常方便 所以这里就是特别强调 从生活中 那这样就可以做出很多案例来 那也因为有了这些众多的案例 所以也可以看清楚 证实一些热向症状 并不代表热性体质 也就是在中医 他们会把热向的症状 当作等于体质 也就是症状是属于果 那体质是属于因 也就是热向症状的果 变成热性体质的因 那这个不合逻辑啊 果不同于因啊 但是中医在这一部分 他们常常辨证是通过观察 这些热向症状 来认为我们体质真的有热性体质 所以要开寒良药 那在之前我也有讲解了 在《论热人》这一篇 也有说明 那比较可惜啊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就感触我生了 因为我本身早期也行医20年 中医他们的思维我都很清楚 但是从原始点的实作上 确实证实了这些热向症状 他常常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比如刚刚我们在问答 比如眼干涩或口干涩 眼干涩 那这些在中医就是热向症状 那问题我们按推完 他开始嘴巴口干舌燥 就开始有分泌口水出来 那口干舌燥也可以当下 就可以缓解症状 那缓解之后你在温敷热源进去 他就进一步更能够完全解症 眼睛干涩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就更证实了 手法到位还有热源到位 这些看出来的好像热向症状 好像是热性体质 事实上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我常常感慨的说 很多中医目前面临这个问题 还会开出寒凉药来 那我想如果有沟通的管道 我很希望中医界能够把热性体质 也就是这些热向症状 他们认为是热性体质的 找过来嘛 我们原始点可以马上立刻做 来证明 这个医学是要治病 不是靠理论写的有多美好 不是这样 那医学既然要治病 简单的讲马上就可以实证啊 不用怀疑 也就是到底原始点讲对或讲错 把患者带过来 我们立刻解证 他一些热向症状 我们如何当下来帮他处理 那这样不是大家就可以 答案就清楚了吗 很可惜好像这一个管道 中医只是对原始点的不了解 或许会有一些批判吧 但这个是蛮遗憾 如果他们对中原始点了解 然后手法又到位 应该是不治疑 但也有很多中医师 好像看懂了 但是问题他手法又不行 然后也没有做到位 然后这些热向症状 他就一直没办法结疑 那原始点不是可以做得出来 那为什么我按又按不出来 这个我也就是感觉 这一点确实要我们做给他们看 那今天播了原始点那个手法篇 确实重要 比如说我按这些重病 口干舌燥很严重 一直饮不解渴 我上次也讲 几乎前后按了20分钟 15分到20分钟 而他口干舌燥才慢慢缓解下 那这个如果以中医 你用什么中药能够缓解 是很难的 所以这一段每次读到这里 就感慨蛮多了 所以原始点从 马上当下就可以做出来的案例 中医还在那里 争执不休啊 所以他们有 刚开始我们来看 中医 他早期 从《黄帝内经》就有寒热的辩证 到《张仲景》《伤寒论》也是 光太阳病这一篇 不只有用温热药 里面也有用寒凉药 像大青龙汤有时候还会加石膏 或是像白虎汤之类 也是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 那到后来的 延伸就更多了 有些像温补学派 也有到明清的时候温病学派 然后到后来又有一派叫火神派 常常在寒热之间 不断的争论不休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医本身就这样矛盾了 那原始点 因为有手法有大开关 可以做到诊疗一体 所以才可以把这些历来的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可以做出来 那也能够波音见韧 明了这些所有疾病 真的只有热能不足啊 也就是体寒啊 然后再来就是开关一定要按推啊 这样才能解决疾病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如果中医能够这样 那原始点 因为我也是从中医过来 中医跟原始点事实上 是有很多相同的 比如说在一针热灸三用药上 原始点也是啊 它的针就是针灸穴位啊 原始点是按推大开关啊 都是可以解证啊 那灸跟药就是外内热源嘛 了解了那不就是按推以热源 那这个不是就可以简化了吗 还有诊断与治疗 在外治法中医是用经络理论 在内治法开中药的时候 就要用透过试诊心法 那原始点不用啊 原始点它不管内外治法 都可以通过观察症状 来辨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治疗原则 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 全部都涵盖刮了 所以我们说进行前面的简化医改良 使中医能够怎么样 脱胎换骨 然后最后达掉诊疗合一 而且它又没有侵入性 而且又非药物 这个更容易推广了 民众也容易使用 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 把医学生活化的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中医如果能够这样 那我相信中医 得了原始点这些创新的概念 我相信中医会有一番 新气象出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总之 古典中医 西医强调的人体本有的正气 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 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耳即利外求 以其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 与手术疗效 随时诊断 与治疗 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 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 有病可疏于疾病 无病可抗老脏兽 预防疾病 所以 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 发展由博反约 化分为简的大胆探索 以促使医学 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落实于生活中 好 这一段 再继续把中西医的问题 也点出来 那这一段 比较偏向谈西医 我们来看第一段 看前面 那前面也谈到中医 那西医的部分也因为 原始点有了按推以热源 所以 可以很清楚的看清 看清楚 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因为保健一定要用热源 就像中医的灸跟药 来改善体质 那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但西医没有这一套 所以他只有医疗 不管是用药 或是用手术打针 都是医疗而已 没有保健功能 那而且西医进一步 又把它复杂化了 比如他 极力外求仪器的检查 还有手术疗效 强调手术疗效 或药物的功效 一直不断去研发 这些都可以看清楚 把我们的诊断跟治疗 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们本来医学是要化繁为简 让民众能够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得到保健养生的概念 甚至有病也懂得方法 但我们的医学 却走向复杂化之后 民众再也没有办法 如果照西医 你看仪器又要那么精密 好像只有仪器才能知道 我们身体的结果 然后还要有手术 那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所以也就是医学越走 越远离人间了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那还好 因为现在原始点 有一点返谱归真 回归自然 我们来看下一段 所以原始点有了这样 诊疗合一的保健医疗方法 就可以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我们的证气 激发致疫力 从而达到如果有病 能够致疫疾病 无病也可以抗老征受预防疾病 好 我们继续看最后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 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薄反约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这也是医学有史以来 越讲越精简 我们医学发展是越来资料越多 能不能要读的书越来越复杂 西医也是这样 中医也是这样 而原始点恰好香港 他把繁复的医学简单化 让民众一听就能听得懂 那这样的目的 到底为了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句话 希望促使医学 不是只有一眼能使用 医学能够落实到民间 所以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最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就是医学 就是生活化及医学 这样是没有分的 以后生病了 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就可以自然解决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的总论先到此为止 下个礼拜继续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张医师 那我就离开咯 好 谢谢老师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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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